欢迎大家收看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逃离以色列的澳大利亚人表示 他们担心在家乡遭到反犹太主义的针对 请大家收看 逃离以色列的澳大利亚人表示 他们担心在家乡遭到反犹太主义的针对 悉尼先驱城报 被从以色列撤离的澳大利亚人表示 他们对澳大利亚的清巴勒斯坦支持者的场面感到震惊 并将在家中保持警惕 澳洲航空公司提供免费的回国航班 还有更多的航班正在组织中 疲惫不堪的澳大利亚人表示 他们很高兴和宽慰能够来到英国 但最近发生的事件 包括在悉尼哥剧院外焚烧以色列国旗 和发出反犹太主义口号的抗议活动 使他们感到警惕 还有一些澳大利亚人仍在寻求离开家沙 外交与贸易部正在努力确保他们的安全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条 关于澳大利亚人逃离以色列的新闻 这些澳大利亚人表示 他们担心在家乡遭到反犹太主义的针对 他们对澳大利亚的 清巴勒斯坦支持者的场面感到震惊 并对家中的安全保持警惕 澳洲航空公司提供了免费的回国航班 并正组织更多的航班来接人 尽管他们很高兴和宽慰能够来到英国 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让他们感到警惕 这些事件包括在悉尼哥剧院外 焚烧以色列国旗和发出反犹太主义口号的抗议活动 此外 还有一些澳大利亚人仍在寻求离开加沙 外交与贸易部正在努力确保他们的安全 对于这些新闻 我想说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 无论是什么原因 我们都应该尊重不同的宗教和信仰 避免种族主义和仇恨的传播 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能够确保自己公民的安全 并加大对反犹太主义的打击力度 同时 我们也要提醒自己 不能因为一些极端事件 就将整个群体或国家归为一类 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和立场的权利 我们应该尊重彼此 并保持对话与理解 只有通过和平与合作 我们才能共同解决问题 实现真正的和谐与进步 最后 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对于这个新闻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留言与我分享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